虽然之前的六位死者还没确定真正的死亡原因 但伯纳德确实是被人毒杀的 可如果按照巴斯特说的 他们是被养老院的某个人毒杀的 那到底谁有作案的动机呢 这样一群没钱没亲人的垂木老人 杀了他们有什么意义呢 有仇的话只要等个一年半载的 说不定他们就自己死了 这时候男友的一句话提醒了布兰达 因为房屋中介一直在劝说他们拿下今天看的房子 男友怀疑中介是为了月底充业绩 所以才想让他们赶紧买 于是布兰达想到 如果说这几个老人的死能给谁带来好处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人了 回到警局 布兰达让警员去查了一下这几个老人的死亡时间 之后把巴斯特和养老院的经理都传唤到了警局 布兰达先是问经理 是否可以让巴斯特再重新回到养老院 经理说 巴斯特现在的精神不是很稳定 还疑似给人下毒 所以为了其他老人的安全 他们不能再收巴斯特进养老院了 可布兰达说 那些人不是巴斯特杀的 因为他发现了很多一点 例如这几个死去的老人不仅没钱 还很孤独 因为从拜访部上可以看吧 近一年这几个人都没有过访客了 从亲人存放他们骨灰的地方 就能看出来他们被家人忽视的程度 所以这让布兰达有一种感觉 有访客的老人就活下来 没访客的就死了 经理解释说 心情确实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可布兰达却不同意他的说法 因为在这几颗骨灰里 他们检测出了身 是一种有毒的重金属 很显然这几个人并不是郁闷死的 而是被人下毒害死的 接着布兰达拿出了一个时间表 他们发现这几个人 全都是在每个月的28号死亡的 这也太巧了吧 六个人全都死在每个月的同一天 于是他推测是有人故意让他们死在这一天的 而其目的是为了让新客户 有时间可以入住到腾出来的房间里 而巧的是经理就是靠每个月前五天的 入住率拿奖金的人 他们还查了去年的记录 经理一共拿了八次奖金 布兰达真的想不到 除了经理还有谁会故意让这些老人 恰巧死在每个月的同一天 听到这里经理很不以为然 他说是这些人想要死的 因为他们的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们中的三个都患有老年痴呆症 还有一个有充血性心脏病 而他只是控制了他们断气的时间 即使他不这样做他们也活不多久了 那为什么不让他们死得有点意义呢 布兰达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人的愚昧程度 他杀了人还觉得自己做得合情合理 经理又说 我是杀了他们 但谁又在乎呢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人在意他们的死活了 他们跟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我只是让他们的死具体化了 而这样做可以让很多人都受益 是有什么不好吗 布兰达想要反驳 可却不得不承认现实确实如此残酷 如果不是巴斯特把事情说了出来 又有谁在意这些已经被社会所抛弃的老人呢 然而世事就是如此无常 只要有一个人还在乎他们 他们就一定不会白白死去 当布兰达逮捕经理的时候 他感到不可置信 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为了这件事会被抓去坐牢 真不知道他是没读过书还是法茅 于是布兰达告诉他 你放心 其实在监狱里跟在下井养老院也没多大区别 有人要见你就签个名就行 然后你的朋友和家人很快就会忘了你的存在 最后到加州政府 他们会帮你们断痛苦的 案件结束 巴斯特也帮自己的老朋友们申了院 布兰达提议给他安排一个住处 可巴斯特还是决定回养老院 布兰达没想到巴斯特竟然还想回到那个地方 可巴斯特说 下毒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我不会有生命危险了 而且养老院是我唯一能去的地方 布兰达一下子耿住 巴斯特又说 往好的方面想 现在养老院觉得亏欠了他 所以他可以免费住到死了 这也算是件开心的事吧 生活就是这样 你以为填不一定会填到最后 你以为的苦也不会永远不变 苦中作乐是我们一生都需要学习的事情 下班以后 布兰达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因为他发现自己突然很想念父母 他邀请父母一起来洛杉矶玩 也许是时候提前适应一下跟他们一起生活 虽然他们还没买到合适的房子 但他相信自己的家里一定会有他们的一个房间